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美国总统川普结束访问中国的行程后,于10日离开前往越南出席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峰会集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,第一夫人梅兰尼亚,Millania,Trump则持续停留在中国参观熊猫及长城,他已改过往的习惯,换上一双平底鞋在长城上走了约半小时,并或搬好汉证书。 随着川普离开中国,10日也是梅兰尼亚留在中国的最后一天,他上午先到北京动物园猫熊馆观看熊猫鼓鼓河门2,并欣赏中国小朋友的合唱节目,他也准备了多只美国英玩偶赠送给孩子们,还与他们一起合照。 据动物园园长透露,梅兰尼亚与猫熊鼓鼓有私下互动。 下午时,梅兰尼亚则参观牧田玉长城,事前官方已紧急通知景区停止接待游客,他不为寒风低温在长城上走了约半小时,并向随行官员表示很漂亮,很惊人。 梅兰尼亚也会颁写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证书。